大家都知道,像短视频很火 短视频可以给你频道更快带来流量 所以今天这影片 我会教你如何使用免费的工具Canva 去快速做出YouTube Shirts 你可以使用自己的素材 或者是网络上的素材 都是可以的 去帮助我的频道获得更多流量 Hello大家好,欢迎欢迎我的朋友,我是Greyson 喜欢投YouTube频道,再往上导致一个人品牌 欢迎点我频道,全全免费的 记得把我旁边小的网站打开 就能够接收到最新影片通知了 另外在底下描述来,也能够找到很多轻盘小工具 现在我来到Canva 我可以在搜索栏里面搜索YouTube Shirts 这里就展示给你148个YouTube Shirts的范本 我们可以搜索TikTok 它的尺寸和YouTube Shirts也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Canva里面 有5915个TikTok范本 我们可以选了这个建立空白的影片 这里大家就可以看到 现在已经进入到了Canva的剪辑工具里面 像我可以首先添加一个背景的一份素材 你可以选了自己上传、上传你的素材 或者在Canva里面 它要提供很多免费的素材给你使用 比如说我选了这个素材 我现在把它拖入到我Canva里面 我可以双击一下 这样回到它进行调整 然后点击旁边的区域 就可以退出 然后在底下可以调整一下时间 现在它的时间是8.6秒 我可以移动它的时间 移动大概到4秒左右 现在我可以添加文字 选择文字选项 选新增标题 调整它的颜色变白色 然后输入文本信息 这里可以做出一些调整 首先可以调整一下它的字形 然后调整一下它的大小 可以给它加入一个文字效果 我们选用效果 我可以加入一个文字背景 下的文字就有个背景 这里可以调整一下文字背景与用户的程度 也可以调整一下它背景的扩张程度 然后也可以调整一下透明度 这里可以调整一下颜色 例如我把它变成红色 现在我可以移动一下它的位置 然后可以加入一下文字的动画 这里大家要注意一下 这里有分为页面动画还有文字动画 如果你选的是页面动画 那么所有页面上的元素都会加入动画 包括这个背景素材 所以我们要选择文字动画 这里可以找到非常多的动画选项 例如我选了这个方位想象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像我们的第一页就做好了 然后需要选择这个加号 形成页面 像我们需要加入一个背景影片 选择影片选项 例如我们选择这个素材 调整一下时间 调整到4秒 然后可以复制这个文字 复制到这个页面 然后加入文字信息 像我们做好了第二页 我们可以使用同样的方法 去做出接下来的页面 五右肌 选择复制一页 再复制两页 然后删除掉它的背景 加入一个新的背景 调整它的时间 输入文字信息 接着调整一下文字对齐形式 可以把它变成左对齐 然后调整一下文字大小 调整的方法做出最后两页 下面就做好了整个YouTube Shores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大家觉得这个制作YouTube Shores的方法怎么样 是不是非常方便呢 我想去了解YouTube Shores完成的教程 像是如果使用YouTube App 进行录制剪辑 以及上存的教程 可以去抗制芯片 如果你觉得芯片对你有帮助 欢迎领赞 了解更多关于YouTube内容 欢迎你到我频道 分享共同的互动 可以关注IG 这里想描述 你能够找到很多 请你不要选择工具 那么下次见 拜拜